好嘞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接着来说听一下新闻继续 接着来说一说火灾 美国加州野火持续蔓延 截至目前已经造成56人死亡 130人失踪 有30万人是被迫撤离家园 是加州历史上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大火 就连好莱坞的著名影星杰拉德·巴特勒 也深受其害 他在马布里购入的价值645万美元的房产 瞬间被烧成了废铁 上周杰拉德·巴特勒在社交网站上 发了一张照片 就是我们现在在屏幕上看见的这一张 照片上他紧锁眉头 背后的家早已经面目全非 只剩框架 就连停在家里的车都烧成了烟雾 他还给自己的照片配了一行字 说撤离后返回我在马里布的家 加州正经历令人心碎的一刻 感谢加州消防局做出的努力 杰拉德·巴特勒 人高马大 外形威猛 在观众熟知的《300勇士》 包括伦敦陷陷落当中的 饰演的都是响当当的硬汉 可是硬汉面对无情的天灾 也难掩悲痛 让人不仅感叹大火无情 是啊 除此之外 美国说唱男歌手罗宾希克 在马里布时花240万美元 购入了房产 也因为野火复之一炬 他也在网上感叹 家园全毁 索性及时撤离 截至目前的美国 加州山火仍在肆虐 受灾最严重的是天堂镇 大火晚间烧到小镇 仅仅几个钟头之后 房屋建筑就化为了灰烬 而这里居住的大多是退休的老人 旧金山北部的坎普野火 则因为损毁了7100所房屋建筑 损失价格最高 成为了加州历史上最有破坏性的野火 现在大概有9000余名消防员参与救火 那直升飞机参与喷水 美国军方派出专家 搜寻遇难者的遗体 希望这场大火不再肆虐 早日平息啊 是啊